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免費的聖經工具的軟件 那在介紹之前呢 為什麼要介紹這款給大家呢 我們看一下一般 我們使用這個聖經軟件大概有以下幾款 就是 Logos Bible Software 目前出到最新版的是第六版 那他要價從最 最初階的一直到最高階的到1800多塊美金 那另外一款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 BibleWorks 那這一款呢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價格是359塊美金 它這個軟件的價格 但是如果還要安裝其他的 option的書籍呢 要另外再付錢 這是另外一個叫 BibleWorks的軟件 另外一個大家也聽過 OliveTree 這個OliveTree呢 它的軟件是不用錢 但是呢 它裡面有些書 除了免費的之外呢 除了免費的之外呢 其他的書籍是要 另外購買的 所以這個都是需要費用的 那這個一看一下我這邊也有裝的 BibleWorks的軟件 它長的是這個樣子 那它有一些 書包的資源是非常豐富的 但是有些是要額外購買 這個軟件呢 對聖經的原文 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另外一款是OliveTree 那這邊它就是每一本書籍 包括聖經啊 注釋書 還有一些零修路書包 它這是要另外付費 比如說像這款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就約的 新國際的這個解禁書 需要349塊美金 這都是需要額外購買的 那這個不是我們今天 介紹的重點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款是免費的 那我們在網站上可以看到 那我們 我們打開Google 我們今天這個 先介紹一下這款 它在網站上有什麼樣的資源 它叫Reward Bible Software Award 那這是一個 這是一位希臘的弟兄 他所製作的 的網站 還有他所製作的軟體 那麼他在他的網站上就是 強調這個軟體是免費使用 但是不能夠做商業的用途 那下面這邊有許多的使用者 許多的使用者 他們用了之後 有給他一些非常好的評論 那我們一開始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軟體是免費的 那他的這邊 網站一開始會介紹 他可以歡迎說 大家可以有一些的 捐款 奉獻 那還有推廣他這套軟體 可以到全世界各地 比如說在比較偏遠的非洲國家 那在所有這些聖經軟體裡面 我們都會看到 就是他會有一些的介面 那比如說有聖經的部分 聖經這個欄位 有各種不同版本的聖經 像這個 搭幣版的 英文的 ESV 還有希臘文的聖經 KingGen的 那這些聖經呢 他有一些是內建 有些是可以額外再安裝 都是不用免費的 那除了聖經之外呢 也有一些是注釋書 或是註解的部分 根據聖經的每一節 竹節的註解 還有一些是屬靈的書報 還有字典 那他這套軟體 是有兩個查詢的系統 一個是專門搜尋 聖經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其他的圖書 書報 字典 這是另外一個查詢的系統 那我們看一下他這個網站呢 這邊很簡單就是給我們看見他的首頁 是有關關於他的這個作者 他的理念是什麼 還有這套軟體 這個軟件他的特色 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呢 他可以自己定義 自己自製一些的介面 包括他的背景 他的主題風格都可以改變 然後所有的都是免費的 這是他訴求的重點 那這邊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他每天都會有 像推特 推特這邊的一些資訊 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然後還有他的特色 然後另外他還有支援這個 隨身碟 USB的隨身碟 可以不需要電腦安裝的程序 直接用隨身插 就可以就可以安裝 那這邊下載的部分呢 除了組程式之外呢 他還有其他的模組 其他的模組呢 大概有幾個分類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邊有一個叫Module Library 就是他有一個圖書館 從這個聖經 還有這個字典 注釋書 還有一本屬靈書報 Devotionals 這個就是屬於靈修類的 還有一些圖表 還有其他三方的 他們所製作的一些的模組 那上面這個有一個打一個這個 鎖住的話 這個是要收費的 另外收費的 像這個擴大本的這個聖經 這個AMP的話 這個都是要另外收錢的 好 那下面這個部分呢 就不用 沒有這個鎖住的話 其他都是可以開放式的 可以自由的下載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這邊有英文版的聖經 也有希臘文的聖經 那我們可以找一下中文的 中文上面這個部分 是需要收費的 那下面這個部分 都是免費的 這個包括史特朗經文 包括Strong Number 這個翻體的中文 也有簡體的和和本 還有簡明的聖經 還有漢語拼音聖經 還有中文的英皇清定本 中文的Kindran的聖經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他有提供 關於聖經的 模組的下載 另外還有字典類 包括這個 希臘文的 希臘文BDAG的這個字典 還有TDNT的 這個 我們在Strong裡面 這個叫小Keto寫的 這個是三節版的 這個是小Keto的 還有大Keto的十套 那是另外額外的購買 那這裡還有一個TWOT 就是舊約希臘文的聖經 這兩套是必備的 必須要安裝的 其他的你看都是免費的 所以 還包括 信望愛的原文字典 這個是Strong裡面的 Strong的Number 這是最近才加入的 信望愛聖經原文的字典 那麼還有一些呢 是這個 注釋書 或者說我們是說 注解 主張主解的解釋 那這一套是 NIC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這一套是他們 美國國外他們 神學院的學生 他們的教科 必要參考的資料 那下面還有一些是 William Kelly的 就是弟兄會的 還有這個 弟兄會的 Mark and Touch的 五經 聖經 摩西五經的這個 注釋書 思考福 思可福 Scoffield 的reference 那這邊還有這個 Word Study Vincent的Word Study 這個都是免費的 可以下載 那還有一些德文的資料 那除此之外呢 他還有一些屬靈的書籍 有分 要收費跟免收費的 那Devotionals 就是類似我們的 成形聖言 或者是讀金日銀 這個 每天的這個 靈修的資料 還有 Graphics 就是 有一些圖 地圖 圖表 那這些呢 都是可以根據 我們需要 來做 額外的下載 那再過來呢 他還有 一些的工具 就是比如說製作這個軟體的工具 還有這個 Foreign就是他們這個討論區 也有一些 各種不同語 包括中文的討論區 那 這就是以上 非常簡單的介紹 這個 The World 這個聖經軟體的 這個 它的網站 那另外還有 ShareParty的 可以推薦給大家的就是 The World Modules 就是 其他的人 他們所製作的一些 不同套書 還有一些屬林書 不知道 它的模組 這個模組 它是開放式 我們都可以自行的製作 那製作方式 以後我們會再 再介紹 其實也非常簡單 那這邊也有一些 可以下載的模組 也是一樣 它有分 聖經 注釋書 字典 還有這個 屬林書報 跟剛剛那個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麼我們回來看一下 最後它這邊有一個 協助的資料 比如說online的help 還有一些 這個簡單的教學的 就是軟 不過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PDF檔案 跟CHM檔案 我們看一下 線上的教學 那之後我們也會陸續的 介紹 這有The World 聖經軟體 這個軟體 我們可以一步一步的來介紹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個網站的簡介 那接下來我們之後會出一系列的 介紹這個軟體的使用 還有如何去來製作 製作這些它的模組 然後可以把我們的 需要的資料放進去 好 那現在我們簡單看一下 我們安裝好的The World 聖經軟體之後 它可以呈現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我們可以自行的 自行的這個修改 根據自己的需要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這個 視窗呢 設定為兩個視窗 上面是放這個聖經 下面可以是放這個屬靈的書包 好 那我們也可以選擇 把它 可以選擇中文的 也可以選擇英文的 書籍 那這是基本上的概念 是這樣 那麼它這邊也有一些是 已經幫我們做好的 版面的配置 版面配置呢 是可以按照我們自己的需要 可以設定 設置 那它有預定的版面 有把我們設定有八種 好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一下 是新手 如果是你是第一次使用 你可以點這個 新手 就是聖經加目錄 就很簡單 就是只有聖經還有這個 聖經的樹狀目錄 只是看一下這個 經文 那這邊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比如說APP 有希臘文的 然後呢 有各種不同的版本 的聖經 我們就可以來參考 參考 我們今天 只是大略的介紹一下 它的這個 視窗 它的這個整個版面的設計 那 這個是最基本的 就是一個聖經 這個各卷書 還有各種不同版本的聖經 都全部列在上面 比如說這個N27就是希臘文 那在創設計是沒有的 可能要選 新約 馬太福音 就是它的希臘文 那這個字體呢 也是可以 可以把它放大的 如果你覺得字體太小 是可以把它放大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King James的聖經 那甚至它也可以做一個對照 不同 譬如從聖經版本的對照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可以選 選 KING JAMES 然後中文的 我們可以選 恢復本 還有英文的 好 那選好之後呢 我們就按打勾 它就可以做這種 好 這個是King James版的 這是 恢復本 新約 這是 英文的 中文的 好 那我們看到 大概就是 這個就是 最基本的畫面是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也可以看到一下 它還有這個 查詢的 可以查聖經 搜尋電子書 可以查聖經 搜尋電子書 這是最基本的版面 那它的 對照呢 也可以選擇 一個是 左右相鄰的排列種 是上下排列 上下排列 上下排列 好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進階的話 版面設置 設置 我們可以說 到 預定的版面配置 比如說 簡易的 剛剛是 有 樹狀圖 圣經的樹狀 目錄 跟這個 圣經的視窗 現在多一個 就是聖經的搜尋 搜尋的視窗 搜尋的視窗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 比如說 這邊有 視窗Number 那 你可以找 可以找 視窗Number的號碼 也可以找 經文的部分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找這個Beginning 那這個可以查詢 我們可以找 在哪裡查呢 那我們就可以 到 經文搜尋 這裡 去選擇 目前的這個聖經 比如說 這個是KINGEN版的聖經 來查 然後就會出現 把它放大來看好了 它就會出現 查詢到的結果 搜尋的結果 那我們把這個游標 滑鼠的游標 點過去之後 它就會顯示 它的經文的部分 而這個經文呢 也是可以改的 比如說這個是 KINGEN版的 我們也可以 也可以把它改成 比如說我們要的 各種不同版本 比如說我要把它改成 恢復版 只要把它設為預設就可以了 設為預設 好 現在我們是看 恢復版 好 那這邊呢 是可以 它這邊是可以改設定 改設定 就是說 我如果要 這邊 它是可以改的 喜好設定這邊 可以修改 好 要以預設的 聖經模組來顯示 這個經文 我們勾選這個 那麼它就會 用 現在我是 預設 恢復本事 作為預設的話呢 那麼以後我 顯示出來的經文呢 就是 就是 那個 預設的 經文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呢 這個有一些 預訂的 版面 如果是基礎的 一般的話呢 就是這樣 那一般我們 這是 簡單介紹它的 這個版面 到時候我們 下一個單元 我們會 會來探討一下 怎麼樣安裝這套軟體 先讓大家 先預藏一下 好 它是長什麼樣的 擺面啊 這些都是可以 按照自己的 喜好 來做更改的 好 那以上 今天先介紹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